有困難嗎? 最大困難是什麼? 那其實 因為我們有分 一個是骨皮 那另外一個則是 骨邊 它有分骨邊就是硬的 還有苦皮就是軟的 一樣那就是 我們一般打都要 打骨皮 所以你變成你如果 打到骨邊就不行 而且身為一個 小小的骨手 身為一個小小骨手 你一定是要 既然是一位骨手 就是打骨盡量不要去打到骨邊 當然有時候出差錯 是 是可以啦 但是最好避免不要這樣子 那其實最大的挫折就是 就是 你眼睛失明看不到的話 就是要去抓那個骨皮 到底在哪裡 因為你沒辦法抓到 你就沒辦法身為一位小小的骨手 這樣子